您好。欢迎来到Go For It!志在四方频道。 今天,我想跟大家分享,一个世界拳王的故事。 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,乔治·福尔曼在成名之前,曾经沉迷于黑帮、毒品和暴力的世界里。 他的一位朋友,不仅看到了乔治·福尔曼惊人的体力,也发掘到他的潜力。 建议他加入当地的健身体育馆,把自己破坏性的暴力倾向,转向建设性的健身训练。 最后,他成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,并赚了数百万美元。 但是,一位世界冠军拳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相对短暂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乔治的体重也跟着上升。 他只能参与一些,低收入的拳击比赛。 这时候的他,迫切地需要减肥,重塑自己的身材。 一位朋友向乔治介绍了健康的饮食方式。 这包括使用一个,有瘦肉减脂功能的小烤架准备食物,乔治成功了。 当时45岁的他,再次成为世界全王。 有一天,乔治的妻子向他建议,与其自己使用这类烤架,不如推出自己名字品牌的烤架,让其他人也可以购买使用,从中得意。 他们做到了,至今已售出超过一台乔治·福尔曼考架,比他当全王时的收入还要多。 乔治·福尔曼的成功经验,告诉我们,因为朋友的相劝,他加入健身体育馆锻炼身体,成为世界全王。 因为朋友的介绍,他采用健康的饮食方式,重塑自己的身材。 45岁时,第二次,成为世界全王。 因为妻子的鼓励,他推出了自己品牌的小烤架,而赚了很多钱。 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,不嫌迟地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,学习新的东西和做出新的尝试,也是乔治成功的重要因素。 或许,为着生活而忙碌的我们,有的时候需放慢脚步,多陪家人,跟朋友见见面,聊聊天。 当然也要有一颗虚心向学的心。 说不定,您也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。 记得,编织梦想,学习新知识,改变生活态度,永远不闲持。 谢谢您的观赏。 如果您喜欢这影片,的话,请订阅GoForIt。 致在四方频道,点赞和分享,帮助启发更多的朋友。 也欢迎您留言提供意见。 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,以获取第一时间的影片更新通知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